记者两委民众和报道 屁股抬就大 2017ATP年终总决赛于英国伦敦开战 高龄36的费德尔 Roger Federer 宝刀未老 面对美国后背索克 Jack Fogg的屁股战术 老经验肺霸虽稍受影响 激战一小时32分钟后 人血6比4 7比6 7比4 开湖 笑纳本期个人第五十胜 索克上周才首度 在巴黎名人赛封王 生涯头一遭强单 年终赛木班车 只不过强碰史上最多19关的大满贯 传奇天王 这位年仅25个美男子 仍难逃被震撼教育下场 开赛即遭破发 苦苦追赶下丢掉手盘 刺盘废坝与索克一路互报 僵持不下进入强期 最终废坝展现抗压性 拉开差距 直落二锁定 对战四连胜 有趣的是 索克首盘2比4落后时 第七局大胆启动 抬臀 奇袭 只见他先回切一记软弱短球 导致费德尔上王抢弓 眼看必死球就要丢分时 索克突然转身翘起大屁股 连肺坝都被此举惊炸到 意外失误挂网 索克死里逃生 还得意的拍拍自己美臀 搞笑举动斗的全场欢呼鼓掌 赛后费德尔坦诚 这招真的让他分心了 因为他的屁股真的很大 或许我应该瞄准那里 这个目标可比我想打的路线要好多了 索克则解释 突然恶高 只是想让比赛变得更有趣点 这不是正常战术 所以我可能一年只做三次吧 对方可是大名鼎鼎的费德尔 没想到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费德尔 欧星社 索克 欧星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